变成财富的巨宝盆 通过盐检地之力 耐岩做物新品种的筛选 不断探索更好的种植方法 目前汇邦博汉的17万亩盐检地 已经开发12万亩 其中8万亩耐岩品种的水稻 年产量达到4万吨 销售收入超过2亿元 盐检地整理以后 包含量藏 含量论作 可及时刻实验 原来的眉毛首败境的产量 现在到的消败 到的价值一千亿 云民已经一千亿左右 还有山顶水稻 八百到一千二百亿 这就是山顶效益 是先前的 陈武僧说 虽然改造盐检地投入大 但盐检地以往都是皇帝 既没有打过农药 也没有施果化肥 土地整理出来后 就可以直接种出 绿色有机农产品 它的价格高于普通的农产品 初步实现高投入高产出 目前他们合作的各个研究机构 正在忙着 研发更多高效益的品种 而在东影市 另一个流转土地的大户 则采用了新的发展模式 这家农业开发公司 流转了4000多米盐检地 董事长周鸿 每天忙着带领团队和国内农业科研院所合作 不断推广新的道理品种 周鸿的发展模式是 通过与国内十几家科研院所的合作 不断培育高产的耐延农作物品种 探索盐检地的高效益发展模式 一旦模式成熟 就迅速发展农户推广 同时 企业负责打通消费市场 实现企业和农户的双赢 在生产的每一个环节 搞科技研发 第一个品种的研发 第二个重质模式的研发 周鸿的实验 首先从水稻开始 记者采访时 正好见到了山东省水稻研究所研究员 张世勇 在一帮农业科技开发公司的 几百块实验田里 也有他们研发出来的特殊水稻品种 比如这种编号为735的水稻品种 耐延能力较强 口感又甜味 做出来的米饭 即便凉了以后 也不回升 更为难得的是 即使少吃肥 少大农药 也能获得很好的产量 非常适合严谨低种植 国家正在实施 这个减肥减药的重大专项 我们自己做过实验 如果这个肥料减少20%的话 不减产 产量呢 还可以达到600公斤 化肥啊 如果一点也不用的话 它这个产量啊 就是一亩地 还可以达到800多斤 将近900斤 这个产量 在这块盐减低的实验田里 记者还能见到 这种能够减肥的大米新品种 抗性炼肥含量比较多的大米品种 这种抗性炼肥啊 实际上呢 这个人呢 吃了以后呢 不能消化 有一定的饱腹感 但是呢 实际上呢 又不会增加人的肥胖 这对于减肥可能是一个 有用的一个产品 一个是减肥 这个呢 还有一个就是对这个老年人啊 老年人解决了个便秘问题 也很有帮助 在这家公司的展览室里 记者也见到了更多 不同口感和功能的大米 它们的每斤价格 从3元到20元不等 比如这种大米 适合身功能不好的消费者使用 不会增加肾脏的负担 而这种黑色大米花精素的含量 远高于同类大米 我们这款米的那个花精素含量 是每千克呢 还是738毫克 听过我们的花精照照啊 所以说呢 它一般的黑米的这个花精素含量 还要高很多啊 那这个花精素呢 是由这个抗氧化 抗衰老的作用啊 再说呢 它这个呢 就是还可以呢 降低这种癌症的这种发生率啊 这个花精素有这么大的作用 周庭云告诉记者 靠着这些独特的大米品种 他们实验的盐碱地母收入 从2000元到7000元不等 为了能够让盐碱地产生更多财富 这几年 他们还在尝试稻田混羊 在水稻和小龙虾混羊的实验前里 记得看到61岁的潘九阳 潘九阳退休前 是东营市肯利局 海洋乐局主营业务的副局长 退休后 为了发展自己所长 他被一家公司聘认为 稻田混羊的带头人 他的第一项研发任务 就是要在盐碱地的稻田里 实现小龙虾的混羊 在潘九阳小龙虾混羊的稻田 记者也见到了一个个小龙虾洞 但潘九阳告诉记者 普通土地上的小龙虾 很容易打动过冬 但盐碱地稻田里的小龙虾 却在第一个冬天全部死亡 发现这一问题后 通过控制水位 盘九阳成功地解决了这一难题 但没想到第二年 盘九阳又失败了 原因是 同一投放的小龙虾 本想让它们馋子和捕捞 却没想到小龙虾 基本抓不到了 它形成了一股脚皮 它打动 打动以后 你就全部解冻了 你扑不出来了 最终 盘九阳请教江苏的养殖户 才明白 小龙虾要在放养40天后 不断地抓大放小 才能实现高产量 在解决两个难题后 今年盘九阳 终于迎来了 稻田小龙虾的大风收 一般铺老人的18.24 这两个不低于25 告诉我 这已经成年就成12个家 稻田混养 虽然会把12%左右的水稻面积 改造为消耻 但混养后 水稻并没有坚持 每亩地的稻田混养 一年的净利润 高达3000元左右 另外 它实验的稻田养性 每亩每年的纯收益 也基本和小龙虾一样 但是稻田这些事情 它养出来 不光肉结实 咸味 吃饭以后 有发甜的感觉 就是和一般的鞋 是 它区别很的 你要它懂的 你就是说是 就是吃汤羊 或者野铺的 你30% 我们买它了40% 它抢了 特别是到高岛 北湾 旁边一看以后 一看这个 鞋子的颜色 什么感情组 说人家比较喜欢 在潘九阳的混养实验区 记者还见到了 稻田混养的甲鱼 和人工饲养 喂食饲料伙同 稻田混养的甲鱼 主要不是稻田里的小龙虾 这些每天吃小龙虾的甲鱼 生长速度快 体力充沛 性格雄猛 拍摄是 这只甲鱼快速钻入泥底 动作显得强劲有力 盘九阳告诉记者 稻田养殖甲鱼的收益高 水稻不减产的情况下 甲鱼每亩的纯利润 高达3700多元 加上水稻的收益 每亩每年净利润 高达4000多元 采访时 东阳市绿色餐饮商会会长 也告诉记者 稻田混养的小龙虾 螃蟹 甲鱼 和普通饲养的品质 差别非常大 比如盐碱地稻田小龙虾 肉质非常紧致 有弹性 虾腮更白净 虾黄是更健康的黄色 更关键的是 盐碱地稻田的小龙虾 没有人工养殖的腥臭味道 即使清水来煮都很好吃 这是人工养殖的小龙虾 做不到的 而盐碱地稻田酱鱼的裙边 更肥厚 口感更紧致 另外盐碱地稻田的螃蟹 鲜味浓郁 吃完螃蟹后 受伤的鲜味很难吸掉 一般会保留4天左右 能在当地做下10年来这个酒店展了 他的选择食材他都非常注重 而且他都会像核展一帮这样的公司 还有长期的占领合作 目前随着水稻实验成功的品种越来越多 稻田荤养的收益越来越高 周虹也希望更多的农户加入他们 一同发展 现在呢我们已经和北京菜篮子集团 中央批发市场对接上了 今年8月份呢 要一些大的批发商来和我们搞对接 对接开以后呢 就是明年我们按照他们的订单 有八大集中模式赶紧推 像明年呢 周部向推广到5000到1万 在山东东营 围绕盐检地开发 更多高效益的农业模式开始出现 这个花费180万元建起来的 现代化种植大棚 只是利用了盐检地的空间 却并没有使用盐检化的土地 它是通过人工配置的培养机和堤罐 来种植番茄 张庆峰说 这个占地三亩的大棚 每年两季 可以生产16万斤西红柿 由于它品质超过普通的西红柿 每斤价格达到了3.5 在扣除大棚折旧 电费 水费 人工等费用之后 每年这个大棚的纯收入 高达38万元 你看看 它是在什么 春啥上 都是啥上 春啥上 这个味道是什么 那种灰到痛厌的感觉 张庆峰又带着记者 去看他们种植的火龙果 种植火龙果的土壤 是整植过的盐检地 其实越来越来越的地方 这都是人是确实是 都是燕盐检 但是通过我们这个 盖量以后 可以看一下 你包括这个土地 通过我们用 煤盐用黄河水 雅加两次 再一点是我们用这个 油脊肺 倒了它 顶且对这个土壤进行这个盖造 通过这个盖造的量解来看 基本上又是荒龙果 长势比较好 盐检地表层20厘米土壤 被施加了大量有机肥和稻壳后 就会形成大颗粒的团具体 同时扩大土壤中的孔隙 地下的盐分 就不容易通过毛细现象 返回地面 这样种处的火龙果 由于完全成熟才会采摘 它的口感也比芹果采摘 长途范远的更好 扣除所有成本后 盐检地通过科技投入 种植番茄火龙果 一亩地年收入 分别为12万元和8万元 而在接着调查时 还发现了一个有意思的现象 有些盐检地不需要整理开发 也能产生较高的经济价值 比如这家公司 就直接使用未加改造的盐检地 养起了蚂蚱 蚂蚱富含蛋白质 碳水化合物 甲壳素 具有营养 药用 保健等多种功效 因此它也成了当地的特色美食 来到东营 很多人都要尝一尝油炸蚂蚱 蚂蚱酱 你看到我们这种蚂蚱 我们羊蚱的 现在母亲来说的话 可能大有40块钱一斤 在东营的盐检地 成武僧也盯上了这种 中毒盐检地 才能生长的野菜 黄蚱菜 把它的嫩芽 用开水焯一下 拌上蒜泥 是当地并不值钱的 一道经典美食 由于它只能 生长在中毒盐检地上 很多城市无法种植 因此往往卖到十几元一斤 陈武僧还告诉记者 黄蚱菜的种子 榨出的油 含有很高的 供额亚油酸 供额亚油酸 具有抗肿瘤 抗氧化 抗动脉中央硬化 提高免疫力 防止糖尿病的作用 难能可贵的是 种植黄蚱菜 不需要改造中毒盐检地 这也就意味着 很小的投入 就能开发独特品质的 高附价值产品 目前 随着科技人才的不断投入 越来越多科技的导入 东营市已改造严检地 15万亩 改造中低产田 30多万亩 已经由这个 师傅说 高校科研研研研 仅400名科技人员 通通到东营的 研研研研研研研 未来我们还会 加大科技投资 采访时 国土资源部 土地整治中心的工作人员 也恰好来到这里 查看严检地整治的进度 盐研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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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 但一些地方严重透支 土壤退化 面源污染加重 与农产品持续稳定安全供应的要求 有明显差距 保护耕地既要保量 更要提滞 18亿亩耕地中 就包括相当面积的中低产严检地 因此严检地是否得到有效的治理 对守住18亿亩农田有着重要的意义 从东营的实践看 各种科技的运用在严检地治理中 发挥了重大作用 要向科技要土地 是今后我们在严检地治理中 应该坚持和遵循的一个方向